而今天的焦點新聞 我們來關注這起案件的一個最新發展 這是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捲入政治現今申報不實的案件 這可以說是他從政以來遭遇到的最大政治風暴 而看到今天呢 北檢就有大動作 一早指揮調查局 一共繽紛七路來進行搜索 搜索的地點 包括了端木正會計師事務所 還有木可公司 以及石勒跟尼奧等公司 其中從木可公司裡面搜出了八箱證物 那民眾黨稍早表示 有其中的六箱 是民眾黨方面主動提供的 除此之外也要看到 這北檢還約談了端木正 以及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李文娟 估計今天晚間就會移送到北檢 來進一步的復訓 而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目前的確深陷在這個疑憶當中 海北地檢署將他列為被告偵辦 我們帶你來看 調查人員搬著一箱一箱的紙箱 就往門口走 這個地點是木可公司 因為捲入柯文哲 正值現今申報不時的風波 遭到搜索 從早上九點多一路到中午的十二點四十分 總共兩車的證物很快的 就送到了北基站 北檢大動作信心搜索 那麼其中呢 在木可公司一共查到了八箱的證物 那麼呢都已經送到了這個北基站 這裡來那麼其中民眾黨說有六箱的證物 是他們自己主動提供的 七個紙箱加上一個黑色行李箱 裡頭查扣的物品 可能包括電腦主機 手機以及最重要的帳策 除此之外 包括石勒尼奧 會計師端木正事務所等地 都在這波搜索名單內 一共並分其路 當初議員鍾小平等人十二號到北檢告發 柯文哲他妻子陳佩琪 柯文哲競選總部財務長李文宗 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以及會計師端木正 貪污洗錢防治法以及偽造文書等罪 如今五人都被列被告身份 其中柯文哲還被列他自案整辦 北檢新任檢察長王俊麗 上午才召開檢察官會議 討論有關事務的分配 結果就在這同時 指揮調查局繽紛多路搜索 加上十二號北檢才剛收案 隔了兩天就有如此大的動作 效率驚人 搜索的速度通常會看滅證的可能性 如今案件已經曝光 相比其他秘密偵材的案件 被告滅證的可能相對較高 也因此安排比較快的搜索進程 是非常合理的 第一波行動中 約談了端木正和李文娟 以及另外四名證人 未來剩下的三名被告 包括柯文哲陳佩琪 也都可能遭到約談 張木不清的風波似乎越滾越大 記得中文報導